這是國際性的Ironman的第二年 第一年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這些鐵人真的是在這種天氣 能夠這樣賽 真的為這個國際的選手 真的是加油 就有點像世大運的 那這邊很多的都是志工 都是志工的部分 哇 這邊騎到那個跨海大橋 你可以想看看的部分 那又規定所有的安全設備 真的是跟太陽公公挑戰 極限 這是極限運動 你看 這條我們走的202 然後剛好跟我們反方向 所以我們剛好 加油加油 都是自己靠自己 沒有辦法能夠幫你推的 沒有辦法你拉的 澎湖第二屆Ironman 鐵人三項 太厲害了 然後成功 這個地名叫成功 我們祝福所有的 參加的選手 都能夠抵達到終點 能夠成功 這也是他們自己人生的 歷程的一個挑戰 成功 而且萬一都沒有人給他加入國力七級 很無聊 只是其他一般給他加油 然後他們會覺得 就會有一個更有衝勁 這個有時候不見得在比速度 我覺得能夠 結束完了之後 你看這個還在喝水 你看 要補充體力 不會搶快 這是體力能夠持久戰的 有點像跑那個跟馬拉松 後面還有馬拉松等他們 今天是沒有風 這簡直是今天的太陽曬乾了 好像在溜冰的時候也是一樣 還有跑馬拉松 天氣太熱 海水都滾 然後我們速度要放慢 我們速度要放慢 左手邊是比賽的 這邊就比較 後來居上 成功之道 後來居上 這邊有後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